來到宜居宜居的節目時間 繼續是吉隆坡筍盤大審查 有我們沈博士、沈映蓮博士 加上身邊有嘉賓 要介紹一下 沈博士 這位嘉賓厲害了 遠道而來 坐飛機新鮮滾熱 來到我們新城電台直播室 你先介紹一下 Janson Janson 你好 我親自在機場接你過來 麵包出爐 新鮮熱辣 因為他太重要了 很重要了 沈先生過去兩集 都說了大審查 這次要經過沈博士 在吉隆坡找筍盤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猛人助陣 就是我們身邊的猛人 Janson Janson就是POP Easy的創辦人 他也是這兩集 講過NOVO這個項目的獨家代理 Janson 駱建成 Janson 你好 你好 介紹一下你們的元氣 如何合作 第一 我認識很久了 我上次不是說了 以前我在疫情前期 我都買很多馬來西亞的樓 當時買樓 很多時候投資都會租出去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年的經驗 就是Airbnb 好 稍後會講一講 特地要過來 因為你知道很多 我們上兩集 很多聽完之後都很有興趣 但始終NB&B 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國家都不同 稍後我就要追訪他 所以大家可以問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 因為Janson在這裏 我們就好 因為沈先生介紹過 今次吉隆坡項目 市場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 我們去年五月已經開放了 對 比馬來西亞 比馬來西亞更多 對 比馬來西亞更多 對 比馬來西亞更多 對 馬來西亞更多 對 馬來西亞更多 那些房間 你看到也很悶 我真的要補充 上次我過來 真的很難預約酒店 我是找到他們幫幫忙 其實酒店基本上 我純粹都預約不到 很難預約 尤其是雲頂那裏都預約不到 沒錯 後來我都是那些 Service Apartment 就是那些 酒店式的住宅 我因為住過那些酒店式住宅 我馬上跟Janson 其實疫情之後 還有沒有這些 真的很好租 其實那些酒店式的住宅 就是我們講的AB&B 去年五月開放到現在 這些酒店式的住宅都很悶 我們的專長就是 客人買了樓 我們就幫他做一些住宅 這些AB&B的management 所以我們出租的時候 其實是封上平台上架 你不覺得他是酒店 或者酒店式住宅 因為在平台上架 你都看到的 我補足一下 之前我們賣了馬來西亞的 吉林波樓 都是Janson 我們公司幫我們的客人租出去 所以其他幾年 我都看到他們很有實力 因為你知道 我們介紹樓盤很容易 但是那些顧客買了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我們最近內地的樓都是 買了樓之後 但那些托管公司如果不好 有些又租不到 所以你親自做 親自領軍 其實馬來西亞 可能朱長你還不知道 其實馬來西亞 我們的NB&B 我們公司和他們都合作 是的 我們的客人 其實都去到馬來西亞 可以租到NB&B的樓 他們馬來西亞的客戶 來到我們內地的時候 都會租到我們大灣區的樓 我這個合作非常之好 這個聯繩很好 有往來 如果Jason來到這邊 大家都會作為一個投資物業的投資者 都會很關注你的管理能力 如果聽你這樣說 你應該都打理得挺好的 譬如說 如果以本地的收費 帶給投資者的回報 相對地 現在是不是都 開始越做越 性價比高 或者低 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做過樓盤的計算法的時候 我們計劃增價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一個projection 就是我們一個月 一元可以租多少錢 沒錯 但以前我們好像跟陳博士 我們之前的客人做projection的時候 我們會做比較低 但現在因為是現樓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展示到商家的價錢 對 即不是聽過賣樓銷售說 多少多少 現在有現樓 最實際就是 你不是自己在搜尋器 找了網站 看看現在行程租多少錢 對 稍後我就可以直接展示 我上次就介紹了 Lofo這個盤 很多就聽到租金回報 是不是這樣理想 不如現在就計算給大家看看 我也有愛備 你看 我就說明天9號 我生日前一天 你會看 現在Novo這個樓盤 對面是英格醫院 Glen Eagle Hospital 這個英格醫院 之前還沒有Novo的時候 他們就會介紹 一些客人的病人的家屬 會附近的酒店 或者酒店式住宅 那個酒店叫Oakwood Hotel and Residence 你會看到這裡 它的價錢其實是差不多400公里 一萬 400公里一萬 它的尺寸是300呎 300呎到處 就是一個標準的Hotel Room 離個醫院多遠 這個是1.3公里 都不近 1.3公里 駕車到7分鐘 我現在就當我在黃埔走到去 差不多毛湖街口 都租到這樣的價錢 都租到這樣的價錢 因為以前醫院附近沒有一些很近的 這些surfaces 是的 那時候他們就看到Novo在建築期間 都已經很想幫我們 談這件事了 當然了 在對面馬路 但是Novo他自己發展商人 他是外國公司 他就appoint了我們本地公司 去幫他做這個 獨家的propriety management 和sales partner 我們就跟醫院談了這個contract 就說 以後我們Novo建好了之後 就直接入獄 你就做個計算 我就給個corporate 因為在對面50米 即是變成你們是特約指定的 Airbnb的公司 是的 所以上次網上說 我們叫戰略合作 就是有了醫院的關係 是的 還有起碼不用走一公里 很重要 跟著我們的酒店 我們的住宅這裡 就會安排一堂車 我們叫shutter bus 會載到客人去到 燕隔醫院裡面的lobby 連對面馬路也要車 到車去買生日 買生日人很喜歡開車 近近地都開 載到他們的lobby 就會轉出來去到松子塔 再去百威年那裡 然後到回來 這個路線已經訂了 不止過醫院 還可以去到松子塔 旅遊也可以住這裡 旅遊也可以 都可以方便 所以我們已經將租的方法多元化 多元化的話 我不只是扣遊客 現在兩年前COVID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估計不到 如果我們只是幫 譬如說 尖沙咀一定租到的 遊客這麼多 但是一個COVID來 就沒有了 但是我還可以扣醫院 因為醫院這件事 是非常特別的元素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們沒有探櫃 沒有黃櫃 沈博士上兩陣子給我講 譬如我真的 香港人有驗身的需要 我照搶鏡照圍鏡 找個醫院都要住 譬如現在很流行的 馬來西亞 泰國 這些地方 正正就是有個需要 不論是旅遊王膽龜 我都要去保健一下 就要找這些地方了 所以除了來探病的人 其實醫生 我想問你 除了租特租 有沒有一些長租呢 有 就是醫生 他們租呢 譬如說他們過來這裡 他們專科 可能要上來這裡進修 他們有課程 他們每一年需要 我們說這些是cost 他們一定要過來上 他們過來的時候 可能會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出租了 醫院會直接推薦 對面有一間residence 直接聯絡這個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總之我們看到 Glenninger的客人 或者是醫生 或者是病人家屬 我們就一定被探討 那你們猜呢 這裏海捡到多少錢呢 回額有多高呢 實在嗎 立即督客 我們都很實在的 有比較 立即知道 以前我們客人來到 我們做過 projection 那時呢 我給的價錢呢 是給一萬呢 我是計330塊港幣 那你不是說 那時是projection 是 但現在我已經上架了 booking document 你可以看 如果我看9月9號的話 看470塊港幣 是喔 真的喔 是喔 已經上架了 我都是370塊 那這裏不是旺季的 其實還沒有 10月開始就是了 因為現在比較熱 你看現在的機票都很便宜 現在機票 如果香港菲利馬很便宜 開始越來越便宜了 1,000多元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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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服償了 大家都擔心說 機票很貴喔 酒店便宜了 但現在機票又便宜 酒店又便宜 那個需求已經大了很多 是 所以我們看樓團 都多了人報名 因為我們之前做的時候 9月份內 還是暑假 機票真的是貴的 一到9月 這次機票便宜了 趁現在來就最好 現在參加去最好 因為機票便宜了 接著又不是很旺的時段 那些團團來到 我們可以招呼得好 很多好吃的東西 地道的東西 平時好的人簿 沈先生都說 很多人去到馬來西亞 找你幫忙 因為你是地膽來的 你練神博士這麼多年的兄弟 黃帝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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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講到這裏 回來更加講多些 投資項目 以至如何跟著兩位 去馬來西亞看樓盤 去體驗一下 待會回來再談 好 休息回來之後 繼續是移居移居 身邊繼續介紹兩位嘉賓 拍檔先 沈英年博士 VGAP原展的創辦人 還有Janssen Janssen就是Prop Easy的創辦人 沈先生 上一節談談數字 我們都要多說一些 當然了 你知道我很實在 真的要計算數 上次講了租金 你很實在 看你根本是租人多少錢 其實我想知道 第一 用手續費 有沒有什麼開支 減少一些 大概 給我們的客戶都知道 有return多少度 如果我們收回來的租 如果我們除回你的城價 你買回來的屋價 其實是差不多10厘多的 10厘多 10厘多 因為我們收成差不多14萬一年 我除回150萬的房價 就是差不多你收成10厘多 這個10厘多裡面 我需要比較水電費 跟著我的清潔費 跟著我們會幫客戶 測身分 所以你們是三成 是我們拿三成 計算回來 差不多是6.7-6.8厘左右 正收入 那個是 我剛才說的 projection 我們之前計算 330厘一萬 保守一點 保守一點 我也是這樣說 我們保守一點 港帝上價的價錢 已經是450厘一萬 中間已經有一個 差不多一百多厘 共资的分別了 當然 Airbnb會有高低的 但其實我們可以展示到這樣的 上價價 在booking.com 我覺得是對買家 非常好的信心 因為它跟我們一樣 我們做 Airbnb 我們會放上booking.com 大眾平台 那裡 那個分成都跟我們 一模一樣 我們做大阪區 扭到7.3分 對 7.3分是扣除了 剛才那些費用 電費 管理費等等 回報呢 如果也有6厘計 以現在這個環境 都蠻吸引的 當然 還要慢慢升值 那個村頭 可能會升值 還有我想補足問一下 博士和Johnson 除了說 你們在網站 看到那些典型 酒店房間 那些尺寸之外 有些是特別一點的 我知道 那個戶型 有些再漂亮一點 很厲害的 他這棟 每一棟 有一個好特色 就是Loft 很好豪華 我想你要介紹一下 還有我也想問你 我看就很漂亮 那我買就 要是自己住 那些老闆 可能很漂亮 景觀又漂亮 景觀很漂亮 但是如果我作為收租投資 又行不行 其實是這樣 之前我們買樓盤 通常說到那些特色單位 人家就會覺得 特色單位一定是 吃價貴一點 因為特別 特色單位通常一層樓 最多兩三間 我們叫Penthouse 通常買這些單位的人 是不可以投資的 但是我們這個複式單位 就完全不同 因為它一層樓裡面 總共有三十四間 三十四間 這些複式單位 如果它有這樣的數量 我們用來做Penthouse 就有得做 為什麼呢 剛才我提到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不可以單靠一個收入 比如說醫院就是靠醫院 如果有什麼因素發生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 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方言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用這三十四間 做一個複式的設計 但是這個設計 一定要很漂亮 這些設計 其實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看到樓盒水了 就等到去中雲的展銷廳 的時候就看了 就是一些想住得豪 或者再特色一點的 就應該找這些 是的 因為平時這些複式單位 我們平常人 不會去買這樣的樓盤 但是如果你去旅遊的話 你看到離開松子塔 差不多1.8兩公里左右 然後你看到有複式單位 你就可能會被吸引到過來住 因為複式單位不多 是的 你酒店還要很貴 這個項目很有趣 發展商是有三十幾個複式單位 也挺針對投資客的需要 是的 如果投資者買了複式單位 平時可以自己保持住 因為它很有價值 我們說什麼 物以… 刊為貴 物以刊為貴 是的 你買到這些單位 你由經租不出去 完全可以交給我們試試 因為三十四間的數量 絕對是可以做居住 如果你說三間兩間這樣 我們就很能夠 不過我很贊成 你知道我做了大灣區樓 我們發覺那些必須 這些必須租 很多人說五十間必須租出去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衛州 一萬的別墅去租五千元 哇 排債是這麼租 即是衛州都遠遠 因為你有些客人去到一些 比較肯花錢 住得好一點 這些複式 別墅這些 沒有所謂的 五千元 一萬一萬都租來住 而且那邊 商業搭那附近這些複式 我上網看到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都是Pennhouse Pennhouse的買家 通常都不做AB&B 所以我們用來做AB&B的時候 除了那個competition不高 第二就是我們沒有對比 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我開多少錢 什麼價錢 就是什麼價錢 因為沒有一個market leader 在那條街上 可不可以告訴聽眾聽 大概幾大到的面積 大概什麼價錢 它總共是差不多千一尺 OK 用層複式 但是它兩層真正的兩層 意思是說我們滑圖的時候 我們跟政府拿那個批文出來的時候 是真正的複式來的 不是說假樓 然後用來做的 然後我們的價錢是三百萬港幣 三百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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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個車位的價錢 如果你是用剛才Janson和沈先生說 那個投資回報 我是不是都可以拿到六七里 就是扣除一些 會低一點 因為它的赤價高 但是它都是用金房 AB&B有一個特別的東西就是 不論你怎麼做 management也好 它都是算你有幾間房 它的車大 但是它有兩間房 還有我們小時候的單位 都是兩間房 都是兩間房 所以以房間的數目 對 我不可以看高價 但因為它特別複式 我可以調那個價錢 因為不能對比 客人會說 那條街那裡 兩間房是這間 但又是這間 我就不租這裡 不能對比 因為複聲 對因為複聲 而且感覺很多 而且我租開這些 其實多數是兩間房間 一個大的廳 兩間房間的家人 在那裡廳 在那裡玩 煮飯 不像我們 香港人 他們要面積大一點 挺好的 我可以有選擇 譬如說 我最基本的 我不想太煩的 就是買最典型的 這些特色單位 只有三十多個 但都有機會買到的 都可以買到 怕你說一去到之後 我就沒有了 會有 但是找Janson 找沈先生 都還可以找到 可以 絕對是順盤 因為其實這個盤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跟你說得對的 它的產品總量多 選擇多 甚至方向你可以 上次講到 向醫院也可以 或者向山景也可以 美景也可以 所以租客的範圍有寬 所以我覺得 比較安全 還有現樓 這個是不錯的 說了這麼久 看樓團 很多人問看樓團的內容 有些人說 買一送的是不是真的 三千多元 買一送的就是一個人為千多元 就是看樓團 不是單位 大家不要以為是單位 旅行復常 大家都想走出去看看 尤其是物業 這次你們的行程編排 會是怎樣 會不會困著我不讓我到處走 那個考察團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不買了 不讓你走 其實我對我們的看樓團 絕對有信心 因為這樣更能夠 有信心 我已經體驗過一次 一定有問題 我想分析一下 其實那些看樓團 有很多不同種類 我們是直接給一些參加的人 可以直接看到這個行程 去哪裏 甚至乎有些看樓團 可能只有你們看 他們就注重看樓 還有吃榴槤 吃飯 肉骨茶這些普通 然後他們不會再多 幫一些客人解釋一下 其實會去哪裏打卡 拍照 還有有些只是看一個盤 沒有選擇 我們就不是了 因為我自己都親自選了三個盤出來 每個盤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今天又可以比較一下 又是不同區 又是不同區的 不同區不同種類 接著我們在itinary 三天兩夜裏面 都已經會被客人知道 會去哪一個景點 是很清晰的 不論你是淡貴 或者是黃貴 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沒錯 所以我們不會說黃貴 這裏比較貴 所以我們不會去這個地點 所以我們的IT 都已經寫得很清楚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很細心的安排 我覺得長程 你還沒決定到去考察團之前 聽一下講座 或者走上來你們的展廳 聊聊天 這個活動 明天就有一個講座 是的 預祝張先生的快樂 可以 就9月9號 沈先生是嗎 沒錯 9月9號 星期六來的 下午2點半到5點半 真是趁對 這次在這裏 過山日前 因為馬來西亞 始終都是他最熟 金融波最熟 很多問題 大家可以面對面 可以談到 而且你知道 去到看樓的時候 不止這個盤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盤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其他盤的資訊 就已經很熟 9月9號下午2點半 約定大家 在中環展銷廳 中環得戶道中 8到98號 中環88 二樓全程 報名 多少號號 6371 1688 大家最好 預先打個電話 報名 因為人數也有限 適合 陈禮有 應該很多人會報名 好 那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